好 各位师兄师姐们晚上好 站在这个熟悉的舞台上 还是如此的激动 每一次分享的环节 我都是迫不及待的想上来 上来告诉你们 发生在我身上神奇的故事 所以呢 请各位师兄师姐们 喜耳恭听 首先在分享之前 感恩我们的大爱的魏老师 再次感恩魏老师 他的付出 他的创造 才有了我们今天的长生学 感恩魏老师 感恩海丹师姐 用他的慧眼 用他的缘分 用他的智慧 把长生学带给我们 感恩海丹师姐 我最应该感恩的是 我的袁江凤姐姐 袁江凤师姐 没有她 我也进不来 长生学的这个家 所以感恩 袁江凤师姐 我今天这么规规矩矩的 每一个人 每一位 这个 在我心目当中 崇高的这种 形象的人 我都一一感恩 是因为我是 发自内心的 我觉得 我想用我的语言 去表达一下 我内心想要告诉你们的 这些事情 每一次神奇的事情 发生的时候 都在想 这可能吗 这是真的吗 这是我做的吗 每一次每一次 每一次 到现在还是这样 虽然我们调了很多人 我们身边有很多的故事 很多的案例 也有很多的 让别人对我们感恩戴德的 那些人的那种 尊敬的目光 尊敬的话语 但是我想这一切都是 源于长盛学 没有长盛学 我们真的什么都不是 所以我现在 讲两个小故事 也给师兄师姐们 就是分享分享 其实调理的过程当中 特别特别的简单 有一句话叫做 相信相信的力量 所以那个 我经常跟我身边的人说 我说你这一生啊 这一辈子认识我 认识丹江红 最最最幸运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带着你 进入了长盛学的家门 先说 治疗疼痛 因为这个我们长盛学是两只手 就是到学位上 或者到了换处的时候 就是几乎可以立竿进影 尤其是疼痛 我们调了很多的 常年累月的 就是日积月累的 比方说有五年以上的 有十年以上的 甚至有二十年以上的那种疼痛 我们调了 有的时候毫不夸张的说 我们调五次 完全恢复 恢复正常 所以说长盛学 好神奇 其中有一位 这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士 上班人士 然后就是下肢冰凉 腿疼 就是经过了五次的调理以后 他是当时 这个五年之内 肯定是没有闲着的 中医 西医 针灸 泡 那个扎针 什么的都用过 结果就是 几乎没有什么 好转反应 但是 就是也是抱着 试试看的那个心情吧 我们都没想到 调了五次以后 他说他好了 我还纳闷呢 真的吗 结果真的 这是一个 经常 这个疼痛 下肢冰凉的男子 还有一个就是肠病 就是我们经常 孩子也好 还有我们的 这个女士也好 就是经常有那个鼻炎 鼻炎不好治 虽然不是什么大病 但是治起来好难 尤其是孩子 上学的时候 还会伤生到鹅豆炎 但是对于我们 治疗这个鼻炎的时候 也是 就是 三到五次 鼻炎症状几乎消失 也通了 也没有那么多的鼻子 也没有那么多的分泌 分泌物 所以说 虽然这是 小病 好像就说 那个牙痛不是病一样 但是 疼起来 是真药命 它是时时刻刻困扰的孩子 困扰了我们的生活 这是一些小病 还有一些 比较严重点的 就是前一段时间 有一位叔叔 他得的是那个心脏病 关心病 需要做大乔手术 在这个时候 正好赶上上海的师兄们 师姐们 袁建国师姐带着 四位师兄 师姐 来到那个 我们那个地方 河北邯郸 然后就给这个 有缘 跟这个叔叔 去调了一次 调完一次以后 这个叔叔 就决定不手术 要用长生学去调 到目前为止 我说这个时间 大概是去年 应该是去年 前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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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现在为止 叔叔目前为止 还没有去医院 去做这个 心脏指甲手术 所以说 长生学不仅是 就这个 治疗疼痛 治疗小病 也治疗大病 只要你相信 只要你认为 我行 我有福气 我有这个福报 来到长生学 那么 你就能得到 长生学的救助 好 我的分享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